快点 四姐 寨主在吗 寨主不在 怎么了 我们带来几个不速之客 什么不速之客 就是这几位 他们说是从罗城县阳来的 这位自称是罗城的县城 这位说是新来的知县 胡大人 四姐 胡大人 怎么今儿有空能到我的苗寨里来啊 我今天是陪余大人来的 余大人 你就是那个 罗城新来的知县是吧 本官叫余成龙 余大人 你知不知道胡安 你知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 你居然让他带你来我的苗寨啊 来人 把这些人都给我关起来 等等 等等 洛四姐 余大人今天是专程来拜访洛宅主的 再说也没有恶意 他可是朝廷命官哪 朝廷命官 啊 那就对了 老娘我关的呀 就是朝廷命官 带走 趁他给我押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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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 主意不坏 心狐着人不行 小妹你来啦 崔亭呢 在山上呢 叫他下来 哎呀好嘞 兄弟们吃芭蕉 把芭蕉卸下来 驾 驾 小妹 翠庭 你又送芭蕉来了 给 我刚勾安芭蕉回家的路上 碰见正要上山的余大人他们 听他们说他们要去苗寨 你是说余大人他们要去苗寨 对 而且还是那个胡安芝带去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大事情 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 快走 怎么这么少啊 就这么一点了 快走快走 下一个 真是世道变了 以往这个时候 老百姓都是排着队 来给谢老爷较粮 如今可倒好 一个个都不来了 居然跑到苗寨躲起来了 就欠谢老爷 拔他们的皮 抽他们的筋 躲什么躲啊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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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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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慌什么 罗城又来个新知仙 又来个新知仙 对 千真万全 我们俩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说 那个新来的罗承知仙 姓渝 老爷 咱们怕是要有麻烦了 麻烦 什么麻烦 他姓渝的知仙 敢找本老爷麻烦吗 除非他吃了熊仙豹的胆 他也不打听打听 我谢德昌的威名 没有我谢老爷的恩准 他这个罗承知仙 就是个屁 老爷 您知道那新知仙是什么人 什么人 那新知仙是前几天 被我们扔进大县坑里的人 被雷西庭 后来救了那帮人 正是他们 就他也能当罗承知仙 就是 谢老爷才是罗承知仙的真正知仙 他姓渝的算个屁呀 老爷 你可不能让那个姓渝的在罗承待长了 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然的话 他怎么知道咱老爷都威风啊 收拾一个罗承知仙算什么 那是迟早的事情 眼前最要紧的事情 是那苗人公然跟我作对 他把那些不较量纳税的刁民 全都收留到苗寨里去了 老爷您的意思是 老爷 那个苗寨债主骆涛 跟他的那个妹妹骆四戒 冒充大善人 把附近的百姓 都集中到他的苗寨 这不明摆着跟我过不去吗 这个恶气咱不能再远 咱得去灭了那苗寨 撩人不好对付呀 苗寨地势险峻 想要强取 恐怕十难取胜啊 老爷 苗寨分上寨和下寨 既然强攻不了 那我们就制取 怎么制取 我们呢 就来个围城打员战术 我们就先假造声势 围攻他们的上寨 等他们人员 全部调集到上寨以后 我们再令 埋伏在下寨的弟兄们 突然攻击那个下寨 等下寨攻下来以后 我们就一把火把下寨烧了 这样他们就会永远失去 一道保护上寨的屏障 而后 谢老爷 你再攻打上寨 这样就轻而易举了吧 好 好主意 没想到你小子 还是挺有主意的 这样 我把攻打下寨的任务 就交给你 如果你能顺利地 把苗仁的下寨给我拿下 那我就叫你做 古封岭的二老爷 多谢谢老爷 翠婷 你知道 余大人来咱们罗城 第一件事要办什么吗 他还能干什么事 他第一件事要办的 就是去古封岭 剿灭你的死对头 谢德昌 就凭余大人那几个人 他们也想去剿灭谢德昌 你不要小瞧余大人 他们这次去苗寨 就是为了发动苗寨的人 一起剿灭谢德昌 那要照你这么说 余大人他们现在 应该已经到苗寨了 不安之待去的 一定会出大事 小妹 我们快赶过去看看 好 小卿 皇爷 在 有什么吩咐 我待人去上寨虚张声势 待人在下寨待命 等我信号 一旦看到信号 就待人攻进下寨 活捉落实兄妹 小的明白 这就去召集人马 去吧 弟兄们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攻打苗寨吗 因为那个苗寨寨主洛涛 跟二寨主洛四姐 那是我谢德昌的死敌 既然是我谢德昌的死敌 那也是众兄弟们的死敌 所以 我们今天不但要攻打苗寨 还要烧了寨子 我要让他们知道 我谢德昌谢老爷 才是罗城真正的主人 谢老爷 谢老爷 出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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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人 你必须想办法 让我尽快地见到苗寨的落头落寨处 我们不能一直让他们关押在这儿 余大人 早就说不让你们来不让你们来 你们都不听我的 现在可倒好都关这儿了 你让我怎么找寨处去 胡大人 这苗寨里你没有一个认识人吗 认识的人是有 可是我现在跟你们一样 都被困在这儿了 认识要有什么用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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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给你 大哥 不好了 谢德昌带了他的人马去攻打苗寨了 他带了多少人 所有人马 你说谢德昌带了他所有的人马去攻打苗寨 是啊 崔婷 余大人现在就在苗寨 此刻一定有危险 你应当去救他 小妹 我不是不想救余大人 可谢德昌的人马重多 就凭咱们这点人根本就阻拦不了他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谢德昌不是带着所有人马去攻打苗寨吗 你带着人去断了他的老巢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小妹 你去把我给我来 找地方把自己藏起来 快 大家找地方藏起来 你 不好了 是谢德昌 赶快进口 谢德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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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谢德昌来了 出事了 出事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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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德昌的人马把我们上寨包围了 什么 人来得非常突然 而且人马也非常多 谢德昌这次 是想彻底把我们给灭了呀 四姐 我们俩赶快带人去支援上寨 是 狐鬼来了 狐鬼来了 上寨已经被包围了 大家赶紧拿上武器 狐鬼上寨 狐鬼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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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狐大人 可能是谢德昌 带人去攻打上寨了 是 狐大人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 当初就不让你们来 你们非得来 现在可倒好 要是谢德昌 真把苗寨给占了 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不是被他杀头 就得让他抓到谷峰岭关起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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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人 你把苗寨上寨和下寨的情况 给我详细地讲一下 弟兄们 我们要把下寨的人引到上寨来 你们给我大声地吼起来 好 好 大声地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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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跟上 快走 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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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停 看来 上寨到处都是谢德昌的人马 那个不是 二寨主洛思杰吗 是啊 胡大人 跟洛思杰说话的是谁 老公去上寨 快 快 快 那就是罗宅主啊 罗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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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罗城之县 于成龙 我是罗城之县 于成龙 我是罗城之县 于成龙 罗宅主 你们千万不要上 谢德成的当 四杰 他们是什么人 他说他是新来的支县 叫于成龙 罗宅主 谢德成要想拿下你们的上寨 他绝对不是这个打法 你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 马上把这个支县放出来 是 罗宅主 我是罗宅之县 于成龙 我刚才听胡文之胡大人讲 你们的上寨的防守 比下寨严密 而且很坚固 我想谢德成也清楚这一点 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不攻打你的下寨 而要攻打防守严密的上寨 如果是你 你会这么打仗吗 这一定是谢德成的一个英明 他的目的是你的下寨 而不是上寨 可是下寨 根本就没有谢德成的人呢 没有还是没有发现的 罗宅主 下寨没有发现谢德成的人 更值得怀疑更加可怕 如果谢德成要取的是你的上寨 他为什么虚张声势而不进攻 于大人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谢德成使得是声东击西 我们来一个将计就计 谢德成肯定不会攻打上寨 快 去上寨 我分析他肯定在下寨埋伏了人马 我们排兵布阵 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一举剿灭这帮恶夫 快 快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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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打开 打开 好 咱们今天就一把火 把谢德成的老巢给他射了 好 好 给我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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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给我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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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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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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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你不在古风陵守着 来这儿干什么 咱们的寨子被雷翠亭 一把货给烧了 什么 把寨子扔了 赶紧通知谢永卿 火速离开苗寨 回古风陵 是 队师们 古风陵出事了 赶紧撤 我回古风陵 跟上 是 兄弟们 快回古风陵 我们的古风陵 被雷翠亭给烧了 快 兄弟们 李大船让我报上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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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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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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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于大人 咱们光急着抓人了 牢房没修好呢 你把这家伙抓进来 让我关哪儿了 先关到破牢房 派两个牙医把他关进去 好 牲口房还闲着呢 可以关那儿 不能抓我 来 走 带进来 走 走 押进去 放开我 放开我 走 放手点 快点 走 走 老师 走 走 走 快走 走 今天本县 只要感谢洛寨主洛思姐 和苗寨的兄弟们的鼎力相助 才把这个乱匪捉拿归案 哪里 要不是你出谋划策 我们苗寨可就大难临头了 谢谢于大人 哪里哪里 告辞 慢走 走 走 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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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今天这事 二位是不是 有点欠考虑啊 佛大人 你是说我们不该去苗寨 对 还谁知 我的意思是 你们不应该随随便便地 把谢德昌的二当家子给抓回来 我们你们你们我们 胡大人你是谁的人啊 我 我当然是朝廷的人了 我的意思是 咱这罗城县衙 连你这县太爷都快没地方住了 你说把他给抓回来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吗 胡大人哪 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你是说我们根本就不该抓这个人哪 还是说罗生县衙关不了这个人哪 这不是已经关起来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余大人 你 你根本就不该 不干什么 你刚来到罗城 什么情况也都不清楚 什么事也都不明白 你根本就不该招惹这个谢德昌 更不该抓他的二当家的 你现在把他抓回来 你想想 他谢德昌 他能放过我们吗 皇之 你作为堂堂的八品县衬 不想着如何治理罗城的乱费 不想着罗城百姓这么多年遭受的痛苦 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怕招惹谢德昌 你这个县衬如此胆小 你到底害怕谢德昌什么 我怕谢德昌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 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好啊 我于成龙就在县衬里等着他 我倒要看看这个谢德昌 能把我于成龙怎么样 于大人 于 你不要想活命就放了我 老实点 喊什么喊 有人会来救我 他快放我出去 静永庆 你老实点 别指望谁会救你 你给我听好了 我大哥饶不了你们 快放我出去 放了我 我让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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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不信我把你嘴堵住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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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雷翠廷出马 烧掉了谢德昌的老窝呀 这一仗谁挣谁负 还真不好处 雷翠廷的力量 你要是用好了 将来会是你于大人的 诱弊 雷翠廷曾经救过我一命 这次又帮着打垮了谢德昌 真是一条好汉 但是他手里拿着我的观影观符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 所以啊 要看他是不是恨你一条心 他是不是可用之才 要看他怎么表现 有人疾苦 上他 我感谢德昌的 余大人 雷翠廷把官服和官印 还有官帽给您送回来了 余大人 这一下你有官服穿了 你这个仙太爷呀 可以堂堂正正地 作堂审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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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官感谢你能够主动投案自首 我余成龙出道罗城 差一点被恶匪谢德昌索去了信 多亏你出手相救 我们今天才能见面 本官对你的救命之恩 不胜感激 今日你又将官印官服如数归还 我余成龙出道 我余成龙这乡 有礼了 但是 我余成龙是罗城之县 朝廷命官 是替朝廷执法的人 按照大清律令 你强调了官印官服 本官必须治你的罪 在量刑之前 我必须将你收监后审 对不起了 雷好汉 靖阳 把雷翠廷给我绑去 来 余大人 了解了 来人 在 等一下 余大人 你太不公道了 雷翠廷好心好意地 过来给你送官服 你劝绑了他 真不应该让雷翠廷 来给你送官服 今天的事 是我劝他过来的 你要绑 就先把我绑了吧 你刚刚还说他救了你一命 现在却恩将仇报地 绑了你的救命恩人 我看你就是一个 黑白不分的人 小妹 如果不是雷翠廷 你现在就是 第二个王之县 被协德昌给活埋了 如果不是雷翠廷 待人烧了古风陵 打垮了协德昌 你现在早就被 协德昌给害死了 小妹 小妹 雷好汉 你让小妹接着说 于大人 官服是雷翠廷 从协德昌手里 抢回来的 他并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东西 发现里面 是官服的时候 他也害怕 但他不敢轻易地 交还给你 因为他不知道 你是不是好官 现在我们都认为 你是青天大老爷 过来还你官服 你却要把人给绑了 有这样的道理吗 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 于大人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在这儿跪下 求你放雷翠廷一麻麻 我相信 我孙女看上的男人 是好人哪 来来来 老婆请请 请请请 来来 李大人 雷翠廷 曾是前朝衙门里的捕快 看不惯 谢德昌一伙 浑琴香里 欺压百姓 烦躁谢德昌 栽赃陷害 这才浪迹天涯 可我雷翠廷 从未干过一件 伤天害理 欺压百姓之事 更未冒犯过官府 刚才 听得下没一夕话 看到爷爷瞎跪 替我求情 身为九尺男儿 无地自容 自亏不如 天地下 能得一个女人 如此疼爱 还有这样一个好爷爷 我雷翠廷知足了 余大人 我知罪 虽然官府官义 是从谢德昌手中 抢夺而来 但我也逃不了干系 但在余大人 帮我问罪之前 雷翠廷有一事相求 雷好汉 请讲 余大人 现如今 罗承宪还不太偏 谢德昌一伙乱飞 恶霸四方 横行相礼欺压百姓 倘若余大人真是个好官 是真心为罗承宪的百姓做主 那雷翠廷 你 就恳请余大人 姑且再相信我一次 雷翠廷会竭尽全力 帮余大人剿灭谢德昌 待罗承宪太平之日 雷翠廷会自负前来 到时任凭余大人发落 快快先进 谢过余大人 那你我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雷翠廷 你烧我古风领 余成龙你抓我古风领二老爷 我与你们的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此仇不报 我就不信谢 弟兄们 今天我们攻打苗寨失利 雷翠廷敢来烧我古风领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余成来了个新直线 而且这个直线很不知觉 他敢鼓动苗寨的人 跟我谢德昌作对 他敢派雷翠廷来烧我古风领 是烧不掉的 罗承的百姓也是蛊惑不了的 罗承的天下 还是我谢德昌的天下 弟兄们 有 就在今天晚上 我要踏平他余成龙 罗承县衙 我要把他抓到我古风领上来 让他知道 我谢德昌到底有几斤几两 我要让他知道 这罗承 我谢德昌才是真正的老爷 是 给我上 这个新来的余大人是个好人 我不应该把他关起来 不打不相识嘛 这个余大人不简单 要不是他恐怕我们苗寨 今天就被谢德昌给灭了 哥虽然第一次跟他打交道 但是哥能感觉出来 这个余成龙 是跟咱罗承百姓贴心的人 报 寨主 雷修廷来了 你说找你有急事 快请他进来 是 不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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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说谢德昌他们会来吗 别说话 老爷 你说我们能打得过蟹的城吗 万一他们打进来怎么办 玉玲 别害怕 按我说的错 走 快 老爷 您看这县衙啊 静悄悄的 就那么两个人 这是不是虞成龙 给咱唱的一出空城记啊 管他娘的什么记 本老爷今天来 就是要杀了虞成龙点了县衙 烟火 烟火 把火把给我扔进去 点了他线衙 是 雷翠婷 雷翠婷 好 好 谢老爷今天就要大开杀戒了 鬼党杀鬼佛党杀佛 今天把虞成龙和雷翠婷一起灭了 弟兄们 杀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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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闯进衙门 我就亲手拼了他 是他 他 不过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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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下子长 余长龙 你的死期到了 余长龙绝不会死 余长龙 余长龙绝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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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长龙 永光灯大 当道无尘 万天心 万天心 前启狂 前启狂 好 好 不死你 你们来了 余大人呢 余大人在大堂 快带人去保护他 这里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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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俞成龙 是跟咱罗城百姓贴心的人 罗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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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人 还有件事情 心里一直放不下 咱不要战胜 把你灌去了 你灌不灌 罗斯珍 我怎么会灌你呀 尼大人 以后 我罗城的百姓就得靠你了 靠你了尼大人 靠你了 你放心 你放心吧 你放心 来 开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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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妹 四妹 落差仲 四妹 你快回家 我要 落差仲 哥带你回家 八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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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